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撤 没有收到也就这两天的事了 不要着急 好饭不怕晚 星期吃不了惹豆腐 来吧 看看数据吧 各位同学 看看你们的数据 直播的倒课率才34% 说老师我听录播 直录播合在一块才37% 也不高 作业的差语率才13% 完成率才9% 你看看你们自己都啥奶那样 想不想过 对不对 不过也不能迷 是吧 所以各位同学 及时完成课后作业 是你通过筑块考试的必要过程 你必须得做做业啊 来吧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五章 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先回忆一下 都有哪些可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呢 各位 不管他说出天花烂坠 就三类 第一类叫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类叫持有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第三类叫已出租的建筑物 只有这三类叫投资性房地产 剩余的都不叫 那么在这里强调一点 转租 转租因为没有产权 所以你也不能叫投资性房地产 好 那么对于投资性房地产 它要么是房 它要么是地 所以如果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包括存货 你是OK的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上节课呢 把投资性房地产它的后续计量讲完了 回忆一下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有两种模式 一 成本 二 供应价值 成本呢 就跟固定资产是一样的 该提折旧 提折旧 跟无形资产是一样的 该提抬销 提前抬销 发生检值 进行检值测试 这个检值一经计题 以后各期不得转回 那么再往下第二是供应价值模式 供应价值模式 因为它已经按供应价值计量了 因此不要折旧 不要抬销 也无需进行检值测试 期盟完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进入到供应价值变动随益 好 那接下来请把书翻到54页 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那么对于后续计量 我们刚才说了 要么是成本模式 要么是供应价值计量模式 你还记得吗 一个企业对所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只能采用一种模式 要么你是成本 要么你是供应 但如果你采用成本模式满足特定条件 你是可以把它变更成供应价值模式的 什么条件来的 要能够持续可靠取得与该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供应价值 那如果你变了可不可以呢 可以 这叫什么 各位 这叫会计的政策变更 记住哦 它不是估计变更 它是政策变更 政策和估计是俩事 是两个事 什么意思 一个是刘中 一个是于静博 俩人 一个头发多 一个没头发 俩事 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政策变更 考试会让你去变息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什么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预计净摊值 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摊销年限 包括预计净摊值 这些东西本身是会计估计 它变了 那就会计估计变更 而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这叫会计政策变更 而政策变更只允许你从成本变成公寓 能不能再回来呢 注意不停 那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不能再往回转了 类似于我们下的中国象棋 无论是兵还是猪 过了河界就不能往回走了 小猪过河一去不回还 你可以从成本变公寓 但不能从公寓再转回到成本 解释解释原理吧 各位同学 听过原理之后 这事你就不会再去记不住了 也不用去单去背它了 你成本是你提折旧的 你提胎销的 你提减值的 供应价值 按供应价值来进行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 我们假设 如果你的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供应价值持续下降 那份日子咋做来的 借供应价值变动随意 代投资性房地产二低名系 供应价值变动 那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他要追求利润 他要追求业绩 如果一旦这种情况 他想哎呦 这时候我用供应价值计量 得了别用了 我转回到成本吧 我慢慢的去提折旧不就可以了吗 准则说小样 你想的美 不让你转 所以不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粉饰报表 人为去调节业绩 因此从成本到公寓 这是能够更加可靠 计量先宽资产 这是准则推崇的 准则允许的 但从公寓再往回成本转了 那对不起 那不行了 那不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你按公寓价值模式计量 请问我们有没有变更当日的公寓价 肯定有 如果没有你怎么变 我们说能够持续可靠 取得与该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公寓价 当然你是有公寓价的 对吧 那如果有公寓价 好了 来看 投资性房地产 你变更当天公寓价 你直接那个公寓价是多少 你就给我拍到投资性房地产 二级明细成本当中 这是变更当天的公寓价 我额外说一句 对于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没有明细科目的 而对于公寓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是有二级明细科目的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公寓价值变动 既然你从成本变到公寓 所以记录到投资性房产成本这个明细当中的 就是你变更当天的公寓价 例如我变更当天的公寓价是三千万 那好了 借投资性房产成本三千万 OK 你原来是成本模式计量 它有什么原值 它有什么折旧货胎胶 它有可能发生减值 所以大家看这一趴 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你成本模式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我告诉你账面价值是两千五百万 好 那这两千五百万怎么构成的呢 例如原值四千 折旧 一千五 没有发生减值 减值是零 所以四千减一千五 它的账面价值 是两千 五 两千五 好 你变更当天的公寓价是三千 而它的账面价值是两千五百万 我问你 我问你 有没有差格 有没有 有 这差格进哪 进流存收益 看好了 这俩和这一块叫啥呢 叫流存收益 流存收益两块 一个是盈余攻击 一个是未分配利润 那比如说题目当中告诉你 10%提法定盈余攻击 不提任余攻击 那你告诉我 这五百万当中的百分之五十万 调的是盈余攻击 四百五千 调的是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各位同学 你会惊喜的发现 我从成本模式 变成公寓价值计量模式 这叫会计的政策变更 它是否影响当期损益 各位不影响 因为它调的是流存收益 政策变更 我们调的是流存收益 它是不影响的 记住了吗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介绍 所得税 因此这个分路当中 是没有考虑所得税影响的 如果有了所得税 这里还会有地盐所得税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地盐所得税负债 给你拍里边 因此等我们学完所得税之后了 再往后学 还有专门讲会计政策变工的 那个时候这个分路还会有 就会加入地盐所得税 说明白了吗 好了 接下来这个分路 我们带着大家再过一遍 第一 我们应该按照变更当天的 公允价值路障 这个一定是题目给定的 已知条件 各位 这个一定是题目给定的 已知条件 它不会让你去猜 然后把投资性房地产 在成本模式下计量的账面价值 给它转消掉 这个也一定是题目给定的 已知条件 然后出差格 如果不考虑所得税 那这个差格调查来的 调流水收益 比如说题目问你 要调多少盈余攻击 那是差格的10% 要调多少未分配利润 差格的90% 当然一定要看题目 有没有提任意盈余攻击的情形 好了 各位同学 这分路没问题了吧 这分路没问题了吧 那咱就算过了 在这里核心的考点是什么 政策变更 各位 这能力等级可是三级的呀 这很重要 政策变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公允还能转回去吗 转不回去了 为什么 原理我解释过了 防止你粉饰报表 人为调节经营业绩和利润 所以不让你忙回转了 记住 各位 别弄混了 不能转回去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会计政策变更的第一个 你们学到现在为止的第一个 好 我们说完了 那这样的话 第二节我们就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三节 第三节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俩事啊 一个是转换 一个是处置 首先我们来看转换 这个能力等级也是 二 能力等级是二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转换的形式和转换日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房地产房地产这是什么 既有房产还有地产 对吧 如果是房产那叫固定资产 如果是地产自用的那叫无形资产 如果对外出售的那是存货 所以我们这里说房地产形式的转换 主要是从自用改为对外出租 那里说自用的可能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如果你对外出租了的话 那就变投资性房地产了 当然对于投资性房地产来说 一定是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 那么具体来说 各位能不能随便改 能不能随便变 不行啊 要确准证据表明 你的用途发生变化了 你比如说我原来自用的房 我现在把它租了 整个这一栋我都租出去了 那从固定资产 要把它转成投资性房地产 我又雇租了 我又把它收回来自用了 那从投资性房地产 要转回到自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书上给大家写了12345 洋洋啥啥写这么多 其实核心点就是自用资产 可能是固定资产 也可能是无形资产 或者是作为存货核算的房地产项目 把它对外出租转成了投资性房地产 亦或是把投资性房地产收回自用 或收回准备对外出售 再转回固定或无形资产 所以各位同学就这点事 写了这五条 这五条你还用 再去读一遍了吗 没必要了 你把这个图写在书边上就够用了 因为考试的话 它不会考你这些话 你就知道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就OK了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去给大家去读了 那这里要说明点问题 我们这里说的什么 是用途发生改变 而不是后续计量模式变更 而后续计量模式变更 那叫会计的政策变更 别弄混了 那叫变更 这叫什么 这叫转换 一个叫转换 一个叫变更 这两个别把它弄混了 这是提示给各位同学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的确定 说什么叫转换日 就是你房地产项目发生了改变用途 相应的有这个发生的改变日期 我们确定是它的转换日 那么具体的标准 适当的去关注一下 老早年前 老早年间考过 但是近些年不考了 这个只能告诉大家 老早年间考过 所以咱们适当的去关注一下 第一个 说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 你原来租出去 现在我收回来自用 那么转换日为房地产达到自用状态 企业开始将房地产用于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的日期 什么时间 就达到自用状态的那个日期 好 这是投到非投 投到非投 第二 投资性房地产转为存货 也是投到非投 只不过这个非投 是存货 转换日为租赁期 建满 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机构 做出书面决议 明确表明将其重新开发 用于对外销售的日期 各位 这里有两个点 你要注意了 第一个 你的租赁期一定要建满 比如说租赁期到23年的6月30号 好 这是租赁期满了 是不是这一天我就一定要把投资性房地产转回存货呢 不一定 他这里还有一个 你的这些懂事的人组成的这个董事会 他做出书面决议 我告诉你 这东西我不租了 我准备对外销售 这两个的日期 那说老师这两日期能不能一致 有可能一致 也有可能不一致 但你告诉我 一般情况下 谁在前谁在后 一定是租赁期 居满在前 董事会的决议在后 那有没有可能 董事会决议在前 租赁期居满在后呢 也有可能 你比如说 我们这些懂事的人可懂事的 在5月25号这一天 我就做决议了 我告诉你 这房到期了 我可不租了 我得对外卖 这房现在涨了 我不租了 也可以 也可以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两个日期是同一个日期 总而言之 它不是个单独的日期 所以这点 适当的要告诉给大家 好不好 来第三 说作为存货的房地产项目 改为出租 或者是自用的建筑物 土地重全 停止自用改为出租 转化日 通常是 租赁期 开始日 等我们讲到租赁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租赁期 开始日 好 这里 大家简单听一听 就可以 说明白了吗 那在这里呢 我要提示给大家 你一定要注意区分 因为你学现债 我还没有学后边的快递核算 一定要区分 你到底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还是后续伎量模式的变更 这俩是截然不同的 转换是从自用资产 转投资性房地产 或从投资性房地产 转回到非投资性房地产 而变更呢 别嫌麻烦啊 变更是后续伎量模式的变更 你原来是成本模式伎量的 我满足条件 我把它变成公寓价值模式伎量的 说明白了吧 各位同学 OK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转换 各位你还记得吗 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后续有两种模式 一成本 二公寓 因此转的时候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我把我的固定资产 亦或是无形资产 转成了投资性房地产 我解写投房 而投资性房地产 这里它后续有两种模式 有成本模式 有公寓价值模式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从固定转投房 可能是成本 也可能是公寓 那如果我把投房收回来自用的了 收回自用了 也可能成本 得投房收回来自用 也可能是公寓 收回来的自用 所以我们这里一共有四种方式 我们这里一共是有四种方式 说明白了吧 那么咱就注意来看 先挑简单的来 成本模式下 房地产转换的快计处理 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拆开来说 注意听好了 我这里给大家拆开来说 首先我说从固定 无形转投资性房地产来看好了 我原来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或者是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资产 转成了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各位你记住俩根 对转 啥就对转 来我们看啊 比如说 你这个固定资产原值是5000万 以提折就2000万 以提减值1000万 你告诉我固定或无形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5000减2000减1000 那就是3000万 我写在上面了 2000万 我写在上面了 2000万 什么叫对转呢 你是不是把固定资产从账上变成了投资性房地产 那好了 你的投资性房地产增加在借房 因为它是成本模式 所以没有明细 借投房多少呢 5000呗 老师那不是2000吗 别急 一一对应的来 带固定资产 你告诉我你固定资产 这科目你要减少多少 那是它的原值 也是5000 你看 一个对一个 你的累计折就也没了 累计折就从借房冲了 所以借累计折就2000 对应的叫什么 叫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就 投房累计折就 多少呢 也是2000 你还挺有减值的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借房冲了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1000 投房呢 也是对应拿过来 减值准备 也是1000 你看 结束了 各位同学 结束了 你发现 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对一转 什么叫对转 科目一一对应 只是我要提示大家 你别转反了 那你别把它转反了就行 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好 各位同学 OK不 科目一一对转 OK不 别写反就行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是投房 我再把它转回到固定或无形资产呢 还是那个道理 科目一一对转 来 我再给你个数啊 说这个投房 它的账面价值 是1500万 其中 原值 3200 折旧 800 简直 哎呀 这没事给自己找事呢 是吧 弄个整数得了 不 900 所以它的账面价值 是1500 好 现在我把它收回自用 还是那俩事对转 好 你收回自用了啥少了 各位同学 是不是投房少了 所以带投资性房产 它的原值是3200 请问借啥 那就借固定资产 所以借固定资产 3200 你投房提过减值 提过折旧 都得从借房给它冲了 所以借 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是800 那这边呢 直接就是固定资产 对应的累计折旧800 你这边还提过减值的 冲了 借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900 带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900 你看 还是科目之间的一一对转 我只是提示大家 你别写反了 你看从谁到谁 别写反了 所以记住两个字 就是对以转 看明白了没 O不OK O不OK 没问题了吧 所以回过头来 你看科目之间 一一对转 一个对一个 这份我不再去给你念一遍了 我刚才都带着你手写了 是不是 一一对转 好 没结束 这是从固定无形到投资 或从投资到固定和无形 那我们这里还有个存货呢 大家注意存货可就不是了 那存货可就不是了 你看 它跟它可不一样 我这里可没跟你写 一一对转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有一批存货 某一个房地产项目 我现在把它转成 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你存货 它有余额 比如说余额是5000万 但我还提过减值呢 提过减值500万 我请问你 这个存货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不是4500万 那妥了 你记住 它可不是一一对转 以后我告诉你原理 它可不是一一对转 它直接把账面价值 记录到投资性房地产当中 所以这份就变成了 借投资性房地产 多少呢 4500 你看好了 直接借投资性房地产 是4500 是这批存货 它的账面价值 然后你存货没了 那存货 跌价准备 充了 500 然后但 开发产品 5000 你看明白了吗 它可不是说 把存货跌价准备 对应的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简直准备当中 来说说为什么 记住了 记住原理这事 你就能记住 我们刚才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 这俩都是什么 长期资产 即非流动资产 那存货是什么 各位存货是流动资产的 对吧 存货它的变现速度能力 要比你固定无形 要快得多 所以存货它作为 作为流动资产 而投资性房地产 它作为非流动资产 这两个压根就是 风马牛不相及 没法做到对转 明白了吗 没法做到对转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说你别对转了 你不能把什么 存货跌价准备 给我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简直准备当中 这个不允许 那怎么办 按账面价值来转 记住了吧 因为一个是流动资产 一个是非流动资产 好 同样的道理 往回转 我现在把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回到存货 继续开发 对外销售 那么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原值是3000 折旧是500 简直是200 来我问你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2300 能算出来不 是不是账面价值是2300呢 那好了 你就把这2300 给我进到存货当中就可以了 所以这份就建 开发产品 这是房地产特有的一个科目 多少 2300 开发产品2300 然后你把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和折旧 都给它干掉 借投房 折旧 500 借投房 减值 200 带投房 带几投资性房地产 3000 平了 你看它也不是对转 说我把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简直准备200 转到存货 跌加准备 不行 还是个道理 一个是非流动 一个是流动 明白了吗 所以不能对转 刚才那为什么 固定无形和投资性房地产 它都是非流动 你可以对转 看懂没 各位同学 接下来这份诺 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一遍了 说明这里记住了 都是把它原来的账面价值 转入到新确认的资产的入账价值当中 所以它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说明白了吗 因为如果你当存货核算的话 它就不是一般的工业企业 房地产企业 而房地产企业对于开发的商品 反而那个存货 它不用库存商品 用开发产品 这个独特的科目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只是科目不同而已 说老师我写库存商品给不给分 不给 必须写开发产品 必须写开发产品 说清楚了吧 就这个科目而言 你就可以把它等同于是库存商品 只不过房企 它就没有库存商品 这科目 它用的是开发产品 仅此而已 OK了 好了 那我们之前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 有个开发产品 有个开发成本 我知道你们听不懂 我给你写出来了 课后自己看 课后自己看 说老师我也不想看 我也不想懂 行不行 也行 也行 为啥 为啥我说 这个考试如果考了一些 库存商品给不给分 不给分 太简单了 不考 你明白了吗 太简单了 一一对转 账面价值对转 他也不考这东西 太简单了 考啥呢 来吧 各位上言 考公允价值模式 听好了 考公允价值模式 那么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 还是要知道原理所在 来看好了 我将自用的固定资产 亦或是无形资产 转成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我就问你 我既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 他有没有转换当天的公允价 一定有 一定有 要不然你按什么公允价值计量呢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告诉你 转换当天的公允价是3000万 来看好了 第一种情况 你原来这个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2500万 第二种情况 你的固定或无形资产 原来的账面价值是3300万 两种情况 我再说一遍 你原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2500万 亦或是原来的固定或无形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3300万 来 各位 你告诉我 你的借方 你是投资性房地产 这书得写明记了 成本3000 是不是3000 转换当天的供应价 好 你原来账面多少 2500 我给你带一个 带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我减写了2500 这是它的账面价值 主要我减写了 不写那些什么折 就减着那些东西了 你会发现这里有差格 对吧 差格在带方 那这个差格进哪呢 来看好了 这颗目叫 其他 综合收益 500 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值 大于原自用资产 账面价值的差格 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500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说你原来的固定 或者是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是3300 那还是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你告诉我 你的投房 路账多少 还是当天的供应价 供应价是3000 然后 你带的固定或无形资产 是3300 你会发现这时候 差格跑借方去了 对吧 差格在借方 好 来 告诉我 这差格叫啥呢 叫功率价值 变动随意 300 各位 为什么说这东西 爱考你呢 因为它俩不一样 你要都是一个科目 那它考的意义不在 你看 如果是借方 它是供应价值变动随意 如果是代方 它是其他中国收益 所以人家才考你嘛 你都长样 我考你个6啊 好 介绍收入原理 各位 你会发现 如果在代方 是我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大 对不对 如果这个换成一个随意类科目 在代方的话 它会增加利润 对不对 各位 做这个事情的 它可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像你我这样的企业 不是 一般都是大型的上市公司 而我们知道背景 大型的上市公司 它追求的是什么 理论 追求的是业绩 你比如说 我20年前我买个房 那个房当时买的时候就500万 20年前买的房500万 各位同学 你折折折折到现在 可能就剩100多万了吧 对吧 你的账面价就剩100多万 好 我现在把它租出去 我啥事没干啊 我就把它租出去 现在这个房 它的市场公寓价 3000万 甚至5000万 甚至更高 你告诉我 你可啥都没干 你就把房租出去 对不对 咱假设就是5000万 你的账面价值是100万 它的公寓价是5000万 来 5000跟100 是不是有4900万的差 而如果我准确说 你这4900 尽当机随意吧 你企业啥也不用干 躺平了 一下就赚钱了 一下你利润就起来了 那是你真实的吗 注意 它不是你真实的 所以 我不能让你影响随意 那人企业不服啊 我这东西值钱 怎么不让我影响 对吧 我说你可以不影响随意 因为随意它的最终归途 也是净资产 也是所有者权益 我说你直接跳过随意 直接给我进所有者权益 所以通过其他综合收益 科目来进行核算 听好了 准则说你现在可没卖 你啥都没干 你只不过是把房租出去了 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允许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跟关联方 这么去玩 对吧 比如说我跟余老师 我们俩是关联方 我把我的房500万 买的折就到100万 我现在租给他 现在45000万 一下赚了4900万的利润 我就跟关联方去交易了 各位 你想一想 这能不能让 肯定不让 所以这个时候进哪 进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它是直接记录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 这很显然是一项利得 好 回过头来 亏了呢 亏了 亏了 亏我不管你 因为我刚才交代过背景了 我们背景不是小门小富干的事 一般都是大型的上市公司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作为背景的话 你亏 该 影响嘴意去 让你去影响嘴意 所以我们说如果 变更当 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值 小于了原资产账面价值的差格 影响随意 我让你影响 那你就别租啊 你说我不想影响 那你就别租啊 是吧 你租了就有影响 看明白了吗 所以啊 各位同学 我为什么说 考试要考你 就是因为这俩科目不一样 好了 准则背后的原理 我跟你说清楚了吧 为什么 转换当天供应价值 大于原资用资产账面价值的差 近其他综合收益在代表 而反过来 转换当天供应价值 小于原资用资产账面价值的差 近当期一随意 原因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懂原理了吧 懂原理这东西不用背了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文字的表述 自用的房地产 或存货转为 供应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值 小于 其原资面价值的 插个尽当期随意 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反过来 如果转换当天的 房地产 供应价值大于原资用资产账面价值 插个尽所有者权益 但是呢 我有一书一样 大家你不要去记什么 大于小于这事 你说记大于的 就其他东西 小于的就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不能这么说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 我说我的年龄比余老师大 这事是事实吧 反过来说余老师的年龄比我小 这事也是事实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数据一调换 比如说听好了 我说转换当天 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 转换当天的供应价 你告诉我 这时候你还进其他中国收益 所以不要去记大于小 明白了吗 不要记这个事 你说老师那我怎么办 原力被忘 原力被忘 要么你说亏 要么你说赢 这行 你可别给我记什么大于小的事 我一再不推荐大家说 被所谓的口诀 我这个人是比较讨厌这个东西的 有一些口诀是可以用的 有一些真的就没有必要 好了分路在这呢 来各位 核心关键点就是借差和代差的问题 核心关键点是借差和代差 如果是借差呢 就是供应价小于账面 所以它是供应价值变动随意 代差呢 那供应大于账面 那就是其他综合手艺 OK不 各位同学 老师我喜欢口诀 那你就不知道原理 知道原理之后 你就会厌恶口诀 知道原理之后 你会厌恶口诀 好了各位同学 这个分路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写过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我已经通过原理详解这个专题 给大家写清楚了 写清楚了 如果你自己想看课后 你自己去看去 市面上真的没有 真的真的没有 你想写这东西也挺费事的 好了 这块咱们就过 接下来忘回说 咱忘回说了 看好了 来 说我是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我已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 我现在到7楼收回来 我自用了 我变成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易货是存货 我请问你 你那个投资性房地产 有没有账面价 一定有的 比如说账面价值3000万 那我问你 就是人家到7收回 资用当天 这也叫转换 对吧 有没有公允价 也有 你既然能采用公允价 这模式 你永远记得 时时刻刻 每分每秒 都有公允价 那好了 接下来 转换当天的公允价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3500万 第二种情况 2800万 两公允 一个是3500 一个是2800 你看账面和 转换当天的公允价值 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做固定资产核算 这个固定资产 就是你转换当天的 公允价 公允价多少 同学 3500万 对吧 3500万 然后 你这个投资性 房地产的账面 是3000万 有个插格 插格在带旁 这个插格叫啥呢 叫公允价值 变动死亿 多少呢 500 有同学马上想 哎 这怎么就调利润了呢 别急 还是原理为王 以后我告诉你原理是怎么回事 第二种情况呢 借固定资产 货物型资产多少 还是当天的公允价 2800了吧 对吧 第二种情况是2800万 然后 你的头房账面 是3000 插格是跑借房去了 那这借房叫啥呢 叫公允价值 变动随意 你会发现 这俩可长一模一样 别管是借差 还是贷差 这俩都走什么 公允价值 变动随意 说老师 这优势为啥 准着跟他玩我们呢 闹腾呢 各位 我就问你个事 投资性房产 产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期末条 公允内分数怎么做 借货带投资性房地产 带货借公允价值 变动随意 对吧 咱们退一万步讲 假设 我这个投资性房产 我不收回自用 我继续对外出租 你算是三千 公允是三千五 你是不是得做一个Flo 借投资性房地产 二地名系 公允价值变动 但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对吧 你是不是得调到公允呢 那凭什么 我收回来之后 你就不让我调公允了呢 那如果你不让我调公允 我企业可以什么 我先把它调到公允价 然后我再往回收 完全可以 我先调到公允价 那我投资性房地产就变成三千五了 所以借固定资产三千五 带投资性房地产三千五 有什么不可以的 完全可以 准则已经看透你们了 所以那我就不跟你争认了 我就不跟你去吵了 你直接给我进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准则这边老头老太太 人比你精 是吧 人比你聪明 你想也是 是不是 当时其实最早最早老找 也想走其他中国 人家准则一堆人 说我不用你跟我拿这样 我直接先调公允 你不想公允价值计量吗 对吧 我先调到三千五 然后再给你往回转 怎么样 你有气 有气你给我受着 准则想是确实这么回事 因此在往回转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借差还是代差 都走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说明白了吧 说清楚了吧 如果是代差呢 借差代差都是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说清楚了吧 各位好了 这回 这回你是不是知道他的道理了 你知道道理真的真的 你就没有那么痛苦 要不然你就得背 弄一堆什么口诀再背一背 没必要 掌握原理最重要 明白了吗 掌握原理最重要 来看一看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自用资产或存货值 应当按照转换当天的公允价值 作为自用房地产或存货的账面价值 转换日的公允与投房账面价之间的差 仅当期随意 叫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好了 分数放在这了 那我也不给大家去读了 不管借差还是代差 最后都是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好不好 好了 原理我也给大家写清楚了 接下来各位同学 我建议你别看书了 我建议你不要看书了 你看一下我给你写的姐弟高手 你抬头看我 你抬头看我 我们之前讲了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你还记得吧 刚刚说过的 这句话刚开始讲的 那叫快递政策变更 还记得吧 而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是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转换 从投到非投 从非投叫投 是不是 这俩你别给我弄火了 你一定要看清楚人家 怎么说 如果是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我们应该是按照变更 当天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而公允和原来账面之间有差格 这个差格 别管大与小 都是流水收益 你可不是什么公允价值变动水印的东西 不是 但是从自用转投资 或从投资转自用 这个你得分了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从自用转投资 公允价值大元账面价值的差 走啥 走其他综合收益 反过来走公允价值变动水印 好了 下边我给大家总结个图 这个图一般我是手写 今天我就给你放到解题高手里边 我也不去给你手写了 我带着你把这个图过一遍 好不好 我带着你过一遍 来将自用房地产项目 它的后续计量模式 变更为公允 这个是下边这个 先看这个来 将投资性房地产 从成本模式变更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这叫会计的政策变更 变更当天公允价值入账 公允和原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的差 走哪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 好 再来 将自用房地产 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当天公允价值大原自用资产账面价值的差 走啥 走其他综合数益 反过来 转换当天公允价值小原自用资产账面价值的差 走啥 走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产收回自用 那么应当按照转换当天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和原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的差 别管大与小 都进哪 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太好了 这个图太好了 这个画得正好 好了 差不多了 来吧 接下来我们做一道题 19年的单想选择题 说奖司将原自用的办公楼用于出租 以赚取租金收入 租赁开支 该办公楼原账面是1.4亿 提折就5600 公允是1.2亿 奖司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奖司上述自用办公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 公允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格 在财务报表中劣势的是啥 你会了就秒了呗 对吧 你会了就直接可以秒了 其他综合收益 离你不远呢 19年的 这不是19年的单选题二分啊 同学 香不香 19年单选题二分 香不香 没问题了吧 过 过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处置 也是能等级二点 我讲投资性房地产 我就跟你说了 我说投资性房地产 它是一种日常经营活动 你还记得不 因此 我收租金 走其他又收入 一旦你把投资性房地产 给它处置了 出售了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要确认收入 并截转成本 要确认收入 并截转成本 它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可不一样 你的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 你要是把它给卖了 最后的随意 落脚点是 资产处置随意 资产处置随意 而现在不是了 你是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确认收入 并且截转成本 这俩有区别 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后续 有两种模式 成本和供应 因此我们分别来说 我们首先来看成本模式 超级简单 卖了是给钱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业务收入 一般都是其他业务收入 老师写主营业务收入行不行 你都知道是其他 为啥要写主营呢 不要这样 就是其他业务收入 如果题目当中 告诉你增值税了 那你下面再带一个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好 收完之后了 你有其他业务收入了 对应的要截转成本 这个成本是其他业务成本 你就把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截转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项投房 它的原值是1800 你提过折旧600 提过减值200 我问你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1800减600减2001000 好 那么你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的 就是1000万 没问题了吧 所以成本模式超级简单 超级简单 那么接下来重点说说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第一步一样 你也收钱 所以借银行充款 带其他业务收入 有增值税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再往下 也是把它的账面价值 截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比如说这个投房来的时候 是1500的成本 然后你期末调公允 对吧 它的公允价值 比如说上升了400万 那你告诉我 现在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1900 好 你就把这进到 其他业务成本当中就可以了 借其他业务成本1900 带投资性房地产 写明细一个成本1500 一个公允价值变动400 说明白了吗 好 这两个都是常规 再往下 这两个是非常规 啥意思呢 先看结论 然后我再给你解释道理 你原来在持有期间 期望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 记录到公允价值变动随益 现在你需要把原来进 公允价值变动随益的金额 从反方向给我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好 这是一个事 第二 如果你当时是从自用资产转成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而且你转换当天的公允价值 大于原自用资产账面价值有差 你还记得那个差 来我给你往前翻一翻 那差走啥来的 是不是走其他中国收益了 好 你记得刚才我给你讲原理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说了 准着说了 你可没卖 你别跟我折腾 你不能影响水益 那人现在企业真的把它给出售了呢 我说我卖了呀 我对出售了 好 你原来是带其他中国收益对吧 那我现在就借其他中国收益 但充减其他业务成本 好了 接下来这俩放在这 我给大家说说 他具体的原理是什么 先举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房1500来的 成本是1500啊 然后期末条公寓1800 期末条公寓2500 现在把它卖了3000 你看啊 你现在把它卖了 这3000是什么 是你的收入 你会把它体现在营业收入 这个项目当中 而你现在这个投房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已经被调到了2500万 因此你这2500万 你会把它记录到营业成本当中 其他也有成本 所以你给报表属者看到的是什么 来抬头看 卖了3000 它的账面价值成本是2500 我赚了500 我赚500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不是 你看啊 你从1500 你到2500 中间这个数不还有一千 真正真正人这头发来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2500 是1500 所以你得给人报表属于 看的是什么 是这俩 你卖了3000 而人家是1500 我要看的是这个东西 我要看的是 我赚了1500 而你现在给我看的什么 500 中间数差1000 那1000跑哪去了 各位这1000 你原来是不是进公允价值变动随意了 那人准则说 为了使我们的快递信息更加可靠 更加相关 所以你要把原来记录到公允价值变动随意的金额 去调整营业成本 你原来是代公允价值变动随意对吧 那现在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1000 代其他业务成为1000 你从2500 又打下来1000了 变成1000 这回就匹配了 看明白了吗 这就是原理 那有同学可能会多讲一句 老师我可会 你可别给我瞎编 那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它是个随意的颗目 它倾模转本年利润 没余额了 你这时候转出是负数了 对吧 负数就负数 负数在报表上就写负的 然后报表的负数当中进行披露 把这事说清楚就行 但是你给人报表属者看到的 一定是收入是3000 而它真实的成本是1500 说明白了吧 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OK了 这是第一个 我们借货代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贷货借其他业务成本 这条线 我们把这事再往前挪一挪 来 这房当时咋来的呀 它是从固定资产转来的 当时它从固定资产转来的 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200 而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值是1500 转换当天供应大予元账面 差额有300 你还记得这300 当时我怎么说 小样 你想影响水溢 等吧 这300进哪呢 是否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我当时说小样你没卖 你不要去过影响水溢 人现在真是卖了 所以人家报表使用者 想看到的是什么 我这东西到底赚多少钱 来 你这东西到底赚多少钱 应该是1800万 不是1500 是1800万 那怎么能把它变成1800万呢 收入不变 还是3000 你刚才是已经把成本给我调到1500了 我现在再把成本往下降 降到1200 怎么降 你原来带了其他综合收益300 对吧 那我现在把它借了 所以借其他综合收益300 带其他业务成本300 说白了 我们刚才的这两步想干啥 就想把真实的这1800万 提供给报表使用者 所以回过头来 才有了我们刚才的这两个 额外的处理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一点问题 注意听哦 注意听哦 这笔分入做完之后 来 各位 这笔分入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没有对当期水溢产生影响 我说过了 水溢类科目借方减少利润 代方增加利润 它都是水溢类科目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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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水溢类科目 对水溢有影响吗 记住了 它可没有影响 这没有影响 为什么 就是给人家看 你到底有多少收入 准的 你到底有多少成本 准的 而下边这笔分入 会对水溢产生影响吗 会 会 会 它会增加企业的水溢 对吧 因为其他综合收益是一个所有者权益的快递科目 而其他也有成本是水溢 我说过了 不管是什么科目 只要是水溢类的 在代方都会增加水溢 增加利润 所以它会产生影响 一会我要带你填图的 说明白了吧 行了 各位同学 原理想解在这 我都给大家写清楚了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把整个投资性房地产 从初始到最后 它对报表项目以及损益的影响 我带着你填着这东西 我书上给你写了 但你不要看 你带着脑子来抬头看 租金收入是什么 报表项目叫营业收入 慢慢记哦 那么它会对利润产生影响 增加利润 对吧 那如果是成本模式 你的折旧和你的摊销 这叫什么 这叫营业成本 那它会减少利润 借助其他有成本了 对不对 减值呢 各位减值叫资产减值取值 你自己最好也写一写 最好 谢谢 那你提了减值 它会对利润产生影响 降低利润 对不对 好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没有折旧 没有太像 没有减值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 这个报表项目叫什么 叫公允价值 来来来 变动收益 不是属于要报表项目 看到 报表项目 所以报表上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不是随意 那它会不会影响呢 会可能增加 也可能减少 你带了我就增加 你借了我就减少呗 记住没 这是个收益报表项目 科目叫随意 报表上叫收益 说清楚了吧 来再往下 这个是公允价值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将自用转成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是代方差格 各位 如果是代方差格 这叫啥 这叫其他综合收益 请问对报表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对吧 没有影响 如果是借方差格呢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主要我再强调 这是报表项目 所以它是收益 科目叫随意 项目叫收益 项目叫收益 那么它会对 报表产生影响吗 你借方吗 那会减少随意 它会减少水益 然后再来 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回到自用资产 别管大与小 都是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科目叫随意 报表项目叫收益 它要是借方呢 就会减少利润 它是代方呢 就会增加利润 看看 这表真的很好 以后啊 今年就这么地儿了 明年啊 我就把这些表会都控制 让你自己去填 再来说处置 处置的话 这个应该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这应该是增加损益 然后成本模式 计量 截转成本 对应的 这应该是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会减少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呢 也是要把 它的账面价值 转到营业成本嘛 然后还有两个小尾巴 像你们说的小尾巴嘛 一个是什么 公允价值变动 随意 截转至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这里 我解写了 是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和 营业成本 来 这个对报表有影响吗 对利润有影响 没有哦 借方和贷方 都是随意类快递科目 影响 最后 还有其他综合收益 充 营业成本 这个会增加 我们的营业利润 也会增加 税益 好了 各位 我相当于是带着你一个一个写的 那你书上 我都给你印好了 我给你写清楚了 但是我是带着你一个一个写的 好不好 说清楚没 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22年6月30日 蒋思域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协议 协议约定 蒋思将一栋自用办公楼出租给公司 租赁期一年 年租金200万 当日一收取 当日 你看好了 这个有坑啊 我这不得不说是6月份的 就半年啊 半年 人说年租金是200万 那你要想半年租金是多少 半年租金是多少 当日出租办公楼的供应价值8000 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为5500 而不是账面价值是5500 是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为5500 那你想这5500进哪 二年12月31日 该办公楼供应是9000 23年6月30日 蒋公司收回租赁期借满的办公楼对外出售 取得出值价款是9500 蒋公司产用供应价值模式 对投资性房产进行后续计量 不考虑增值税等其他因素 上处交易对蒋公司看好了人问你23年 随意的影响 问的是23年没问你22年的事 我再说一表 人一定问的是23年 你要看题审题认真读题 明白了吗 要认真读题 好了各位 从哪开始23呢 他22年供应价 往后这是23 但是这个题 我不管他问的是什么 我带着你从第一笔 一直到最后一笔的分路 我带着你过一遍 好不好 我带你过一遍分路 我们刚开始学做这种题的时候 你必须得把分路会做 来吧 我不给你写了 这个我写就浪费时间 下半都给你写上了 第一个 我们是把固定资产转到投资性房产 固定资产题目当中告诉你 他的账面价值没说 但他给了转换当天公寓 转换当天的公寓是8000 所以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 入账就是8000 一定要认真读题 一定要认真读题 人说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为5500 所以差额是5500 而且是带房 那其他中国收益 因此这个固定资产 他的账面价值应该是2500万 没有给具体的信息 所以我直接把账面价值给你带出来就行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OK 好 这是6月30号这一天 我转换 然后6月30号这天收租金 记住了 我收200万租金 我收200万租金 但是我当年只能确认100万的收入 因为他是半年的 因为他是半年的 那剩余的这100万 把他放到预收账款当中 预收账款 借银行账款200 但其他又收了100 但预收账款200 然后到12月31号 我要调公允 你现在账面是8000 公允是9000 公允是9000 所以上升了1000 借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1000 但公允价值变动死于1000 你看我这给你写了 就上面我们折腾这些 都不影响23年 对吧 但是我是带着你把这个题顺一遍 明白了吗 我带着这个题把它顺一遍 所以各位同学 这些都不影响我们这个题 再往下就是影响的 23年6月30号 我是得确认租金呢 对吧 我把租金收到 监狱收冲了 带其他又收入100 这个要影响了 各位来走你 这第一个要影响的 这是第一个要影响的 然后再来 到了6月30号 我把它给卖了 其实我就是租一年 租完之后我就把它给卖了 卖多少 卖9500 街银行存款9500 带其他又收入9500 这个要影响的 而现在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账面已经调到了9000 来的时候是8000 调了个公寓1000 所以现在账面价值是9000 好做完了吗 没 你原来这项投资性房地产来的时候 可有个其他综合收益 我现在把它给卖了 要不要把原来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转到其他又成本 要 所以借其他综合收益5500 带其他又成本 5500 然后你原来是不是还有公寓价值变动 水益这里有贷方的1000 那你要把它给卖了 冲了借公寓价值变动水1000 带其他又成本1000 因此影响水益的是他和他 这些都结束之后 各位同学来 贷方的你给我加 借方的你给我减 就这么简单 加加减减之后 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是多少 应该是6000亿 我刚才画圈的 在这100加 9500加 9000减 1000减 6500加 加加减减之后 加加减减之后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6000亿 我也看到大家的评论区的问题了 事番问什么合同负债的 你别想着你学的多 我这没错 等蒋助力再说 第二个说 这个怎么回事 那个怎么回事 读题 读题 把眼睛瞪大 读题就会了 好不好 各位同学来吧 小事总结 我们把这一张给大家做个小集 这张呢 包括这四块 一是概述 二是后续计量 三转换 四处置 第一个概述 它的范围只有3 以出租的土地重拳 只有准备争执后转让的土地重拳 以出租的建筑 而它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各位 初始计量这块就跟正常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一样的 有赘述了 而它的后续计量 有两种模式 成本模式 提折就提抬销提减值 对吧 而供应价值模式呢 不提折就不提抬销 不提减值 期末按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记录到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那紧接着 是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这个变更叫什么 叫会计的政策变更 转换 成本模式 基础就是对转 对转 但是如果是存过呢 账面价值的截转 不能叫对转 因为一个是流动资产 一个是非流动资产 考核最多的就是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模式 那你要看 转换当天的供应价值和 账面价值是什么关系 如果是从非头到头 那好了 供应大于账面 这个差格 尽其他综合收益 防过来 供应小于账面呢 那这个差格是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这个图各位 书上我都给你画过 往回转呢 从投房转成非头 别管大于小 都走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对吧 都走供应价值 变动随意 然后再来是出质 出质的话成本模式 就是确认收入 截转成本 没得说 主要是供应 供应价值模式 确认收入 截转成本 没做完 还有 你原来有供应价值 变动水域 对吧 你别忘了 要把供应价值 变动水域 截转至 其他 与他与有成本 如果你原来还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别忘了 要把其他综合收益 注意 你看我写的词 叫充减 其他业务成本 这叫截转 这叫充减 啥区别 这叫分路 你看看 叫借或贷 供应价值变动水域 贷或借 其他业务成本 而这个就是一个借 其他综合收益 贷 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它是充减 其他业务成本 好了 这一张实质上就这些东西 没啥东西二分 二分 说老师他学这么多才二分 慢慢积少成多 祝快考试三十张呢 对吧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整个第五张投资性房产 就全部给大家介绍结束了 我们下辆开始介绍的是教材的第八章负债 我们稍事休息十分钟 回来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